好那我們進行媒體研訪的部分,我們先華氏 想請教一下,這個是第二波的這個政情 那剛剛這個市長有解釋過,就為什麼選定我們那個高中生 但是其實高中職,因為畢竟他們還是學生嘛 所以他們的這個經濟力上層,是不是比較還沒有那麼獨立 那所以為什麼還是選定他們來作為我們這個所謂的刺激跟振興的這個第二波對象 那另外還有就是,因為他這個部分要領到這個一千的加碼的話 其實是分兩階段的嘛 所以第二階段是必須要下載悠遊婦,還要綁定學生證 所以請問這個步驟是不是為了是希望能夠來充一下我們悠遊婦的這個綁卡率? 謝謝 為什麼選高中生?因為台北市的大學生不歸我管 這很實際的問題嘛 所以政策的推行還是要,英文叫Systemic,要系統性的推展 所以今天這個是,因為高中職你知道,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直接俠管的 所以,那當然小學生太小了,他要用,要採用電子支付,要悠遊婦,這個他有困難 所以應該在高中的level是最適當推動的 所以政治的執行,我們也是說政治的核心是執行力 你要執行一個政策,要確實可行 所以我們這次思考很久,所以選高中生 另外一個一卡一戶,各給五百,合價一千 好不可諱言的,這是推動整個台北市無限金交易的政策 我們要從,這也是政策是一連貫的嘛 我們從台北市的學校你知道,從光纖網路到智慧到每個教室裝FREE FYE FYE 到那個85寸的大螢幕,到那個每個學生一個平板,他是一路上來的 所以這個叫國家數位基礎建設,我們在這個學校有足夠的數位基礎建設 然後開始戴信一卡一戶,再把整個學校維化 其實我們今年大概暑假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把北淤泥全面維化 這個是有專案小組在處理 所以回答你的話,我們是用學生當作這個社會改革的動力 領投養動力,就這麼簡單 好,那還有其他題目嗎? 好,我們中央社先好了 兩個問題想問一下市長,因為之前黃山山副市長有說 這個加碼還在討論,要找那個裁員 那我們目前如果這樣子綁定之後,預計會有多少的預算,然後裁員從哪裡來 另外就是想要延續剛剛華氏的問題是 市長覺得綁定又有卡,那學生就能夠真的替這個社會刺激到經濟嗎? 先回答問題,一卡一戶,它是一個我們叫Ecosystem 整個校園的無限金教育,整個數位基礎 因為我們校園的數位基礎建設已經達到一個程度 其實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叫親自生平台 剛才還有講過,北一尼,除了北一尼還有其他九個學校,加起來十個學校 這是我們整個台北市校園依化的一個示範基地 所以這樣,你有沒有辦法在學校建立一個無限金教育,全數位化運作的那種System 形成Ecosystem,透過校園再往整個社區擴散 這樣才能夠帶動整個台北市的這種無限金、無子化的 所以我們剛才有一句話叫,由內外由公而私 所以這個學校,我們把這個高中生當作我們整個社會改革的動力 就是政策上是這樣 所以說裁員的話,黃副市長講一下 裁員的部分因為我們這個不像悠遊卡,它本來就有補助款的額度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會動用預備金或載準金 那到時候會把,因為我們要確定它全部都來試用 因為那個時間還會再等它綁定,等到要feedback的時候才知道大概有多少經費 那麼預留的大概是四千九百萬 好,那我們有其他題目嗎?來,動聲 市長長請教一下,現在高雄市長補選是確定會推派吳亦正嗎? 那他是會確定加入民眾黨參選嗎? 還有就是去年民眾黨連書粉絲有發一天文來討論就是代指參選是不是一個好的文化 那現在會不會一樣要求吳亦正就是辭職來參選? 這個,這也是台北市政府,不用這樣回答黨的問題 黨問題應該去問黨的發言人 我問你在這個房間下,我是台北市長 好,那有其他題目嗎? 市長想要請教一下大集團最快的議約,那之後會談這個權力已經在八十兆 這部分可以幫我們多做說明一下嗎? 來,把那個schedule跟大家報告一下 有關大集團目前為止,下個禮拜才會確定它建造是否核發 等到建造核發之後,我們就會開始啟動有關相關超額分任利潤的將來議約的動作 那我們會先在我們府內由我們委託專業的機構來整體重新檢視 當時大集團原來提的投資計畫書 也就是說它當年的一些狀態跟相關的成本 那在這幾年的中間有相關的變化 相關的資料都取得完整以後 我們會委託專業單位來計算將來的所謂的超額分任 所以議約的時間不會那麼快在七月 因為我們要先把所有的東西檢視過一遍 所以在我們檢視的過程裡面,我們會在它拿到死兆以前 一定會把這個議約跟超額分任的權力去拿回來 這個正面迎戰是我們的文化 這個大巨蛋是全國矚目的案件 所以真的在台北市政府發給它建造之前 我們一定會辦一個說明的記者會 直接來出了報告說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也回答所有社會的疑問 所以這沒有問題 這個下禮拜我們會排一個記者會專門來處理這個問題 至於說那個議約重定 我倒覺得是這樣 我們說一切講科學 所以在真的建造發給它以後 我們大概要花幾個月的時間 大概半年的時間 把整個大巨蛋的財務重新整理一遍 然後就提出這個超額利潤的概念 我想這是很公平 就是說賺多少 大概政府要分多少 我想這是一個比較 我想將來整個台灣的BOT應該都採用這種態度 如果你明年的利率你都不知道 你要拆50年到70年的獲利 根本就是假的 所以應該建一個制度就是說 如果賺多少大家分多少 把那個表列出來以後 剩下這樣才能夠達到真正的公私協力 我們也希望透過大巨蛋 來導正台灣過去BOT的一些錯誤 所以這個我們會把它當作一個很重要的示範來處理 好那中天 市長想請教一下 其實大巨蛋已經停工五年 但是一直就是有在繼續的徵陷這樣 然後你昨天有提到說都是以安全為保的前提下實踐 但是有議員抓到就是說包括西英版等等都是不必要 然後就是有在新增有被抓到這樣的動作 另外就是關於那個監委被庭園賴政長 他位在北投有多處違建 然後被拆之後又再新增違建 那市府這邊有進步的組織嗎 第一點喔 我們今天下午會開那個公共工程督導會報 我已經叫他們監管處要來說明 到底林亮津講他的事情到底怎麼一回事 我的態度是這樣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是這樣 到底從遠雄到監管處到底是搞什麼鬼 我現在這樣 當長官不需要馬上去下決定 我給你一個深處的機會 下午他們會在我們公共工程督導會報 他們會進來專案報告 我再聽聽怎麼一回事 我還是給顧下一個說明的機會 至於說那個監委的事 這是這樣 我只負責拆尾箭 我不負責提名 所以那個問題你去問小英就好 我們時間關係最後兩題 吳一鎮這個人選是怎麼產生的? 你本身跟他有收視嗎? 然後因為民眾黨挖腳很多親民黨的戰將 有沒有跟宋主席打過招呼? 謝謝 吳一鎮我是認識很久的 事實上 我看2018 已經認識很久 是要每次去高雄我都去找他聊天 所以他是一個臨論五屆的議員 通常是這樣 從政的好處就是 反正大家就在陽光下檢驗 吳一鎮是一個蠻過去的歷史 還算蠻 怎麼講 你去問一個隨便問一個高雄人在那個選區 你對這個印象怎麼樣 至少他一定講不出有什麼怪話 他不會說他是黑道的包工程 幹什麼一定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蠻紮實的人 而且很 不過這樣 有時候人與人之間 人家說 這理念相同 我跟他談過很多這種 包括這種高雄的市政建設 我覺得他蠻有 蠻有idea的 所以這個人我已經認識相當久 這不是說從來不認識 他突然換到菜籃就當作菜了 這已經跟他談過很多很久 這個人 我覺得他在地方是經得去檢驗 跟我談過那麼多次 認識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我覺得這個人是不錯的人選 好 我們最後兩題 來 市長他想請教一下 昨天民眾黨內部 晚上開會開很久 最後決定要推人的關鍵點是什麼 如果你以台北市長的身分 怎麼看現在高雄是撒卡多的狀況 這個應該是我們的發言人call in節目去回答就好 我覺得這樣 民主政治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選擇 就是說 我們不敢說我選出來一定是聖人幹什麼的 但是常常就是我們要再讓老百姓再講說 就這些選擇當中 我們選擇一個比較好的 我非常清楚 當然在這個地方講 我認為這三個候選人裡面 吳一鎮是最好的 家事 從過去的經歷還有這種準備 還有對著高雄市政熟悉程度 我要跟大家講 市政是需要學習、需要時間 我每次想起我當台北市長前兩年真可怕 好,最後一題 來,自由 市長想請教一下 現在是不是要設北市版的港澳辦公室 是因為在兩岸的議題上一直有點流失血的狀態 現在是希望止血嗎 我們台北市政風格一向是務實 香港問題從去年鬧到現在 其實我的態度是從頭到尾是一致的 就是我們務實的處理香港問題 我們給香港人必要的 而且他們需要的協助 現在是這樣 就學、就業、投資 我也認為香港人很多人想移民 或是想到其他地方去投資 那台北如果不做好準備 全部都跑到新加坡去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不要打嘴炮 就是很務實的工作 所以我們事實上我們當時針對香港的局勢發展 我們那個財富市長就組織一個 我們就由他當負責召集人 組織一個專案小組 針對這個香港人來台灣 就學、就業、定居、自殘還有投資 我們就有跨局處的會議 我們事實上有準備一個網站 把所有他們需要的知識 全部在上面 要建立單一窗口、回饋性 我倒覺得政治上 務實的做事 我們不是聘選票的 我們是務實做事